某天晚上你开车要去参加朋友聚会 这是一个陌生女子坐在了你的后座 聚会哪里还有什么聚会 接着你们吃了冰淇淋回了她的家 喝了酒滚了床单 一切就是这么顺其自然的发生 你顺其自然的睡过去 醒来之后女的死在了床上 这剧情提前预定年度最佳韩剧 可能说到这儿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久违的老公金秀贤带着她的新剧某一天福利回来了 豆瓣8.5 IMDB9.1 口碑不俗 并且在前段时间公布的男性片酬榜上 金秀贤凭此剧成为韩国电视片酬最高的演员 一集超过270万元人民币 导演李明佑犯罪剧老手 代表作有热血司机和重击 都是八分好剧 这部剧改编自BBC的剧集《司法正义》 原作本身具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热度 口碑也很好 而金秀贤的新剧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也要得益于该剧的六大亮点 一 改编自大热英剧《司法正义》 原剧有人气基础 某一天改编自热门英剧《司法正义》 原剧就已经拥有超高人气和好口碑 所以剧方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 也是底气十足 而韩国制作方的优点就在于 总是能够把外来的剧集 集合本土的实际情况进行包装 某一天在改编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这部剧合理地利用了男主角学生的身份 以及韩国国内的舆情 这样一来在案件发生之后 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显得自然许多 再加上金秀贤和车盛园等演员的粉丝 受众基础也是相当的强大 R29进剧情曝光全程高能 除了原作拥有超高人气外 某一天剧情的尺度也很大 故事开场金秀贤饰演的金贤秀 就投走了爸爸的出租车 在前往别墅和同学聚会的路上 他偶遇了一位叛逆的女孩 两个人一见如故 后续发生的一切都水到渠成 第一集就上演大尺度的亲密戏 虽然将很多低龄的观众拒之门外 但是却制造了更多的话题 虽然金秀贤也曾在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中上演过大尺度的戏份 但这次在某一天中的亲密戏 却是金秀贤从影以来都少有的 除了亲密戏故事第一集还没有演完 男主金秀贤又卷入了杀人风波当中 从天堂到地狱的体验都在一夜之间完成了 这样的剧情的刺激程度也是相当可以了 三人车胜元演小人物 个性先宁 这次和金秀贤搭档的演员 是实力派男神车胜元 车胜元在剧中饰演布局小绝的热血律师 他在得知了男主的境遇之后 决定帮助他赢下这场官司 但由于他在接下这个案子之前 都没有询问过男主是否真的杀人了 所以也有人对于这个角色的立场表示怀疑 不过根据当前已经更新的内容 在结合原版的故事来看 车胜元这个角色 必然会在男主洗脱云区的过程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于韩版的故事 是否会对车胜元的人设进行改动 我们可以持续关注 四配角实力了得 全程无槽点 一部好的作品 只有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 某一天的配角们也都是熟面孔 此前刚在地狱宫史中 贡献了精彩表演的金信录 就在某一天中出演 胜诉力100%的检察官安泰西 另外在爱的破将中 出演表直秀的杨庆元 也在某一天中出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的出场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像是金成龟和李雪这样的人气演员 也都参与了某一天的拍摄 即使戏份不多 也都令人印象深刻 可以说某一天的主角阵容相当强大 也难怪会有如此高的口碑 舞节奏紧凑 剧情走向引人入胜 好的故事永远都不缺乏观众 某一天恰好就是这样 一场有以夜情引发的凶暗 一间看似无人进出的密室 一把被擦去指纹的刀具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阴谋 究竟是男主金秀贤酒后乱性而不自知 陷害还是结局是否还有反转 一切的未知都是吸引大众继续观剧的动力 也是某一天的亮点 而这些重要的情节 全部都在前量级传达了出来 这也说明了很多问题 快节奏大心吸量的释出 无一会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剧体验 同样的剧方也会收获更好的数据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金秀贤的演技爆发 金秀贤这次久违的影视剧中演大学生 然而他本人的真实年龄则是33岁 这也对金秀贤的演技提出了更高的考验 好在金秀贤的长相很闲小 就算是出演大学生也毫无违和感 最重要的是金秀贤身上仍有一种少年感 这也让他与角色更加贴合 比起金秀贤以往饰演过的那些角色 他在某一天中的形象更加懦弱和颓废 但丝毫没有降低他在粉丝们心中的地位 很多人都在看过前两集之后 对金秀贤的表演大加赞赏 事实证明拥有高超的演技 有时候比拥有好人设更吃香 不过曾经的都敏郡金秀贤 近几年似乎跟尺度杠上了 自从2019年退役复出后 近两年金秀贤保持着一年已不拒的速度稳定产出 交出的作品也都收拾口碑双赢 去年提名百想八想大奖的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就曾在开播之初因为漏腹肌 以及与女主角徐瑞芝的漏骨台词而被举报尺度大 时隔一年半11月底金秀贤新剧某一天开播 又在内容审核中被认定为前6集军事19禁 不仅如此短短两集金秀贤挑战巨大的情绪起伏和认知转变 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剧情都在哭 但是哭这是一种外在表现 他也游刃有余地用眼泪表现出了数十种复杂的情绪 第一集酒醒后的金秀贤发现女生死亡 慌乱跑路中替死横流 完全是极度恐慌引发的生理反应 此时的眼泪更像是惊恐喘息的附带品 后来因为酒驾被带到警局 金秀贤强装镇定 又再发现自己身上的刀 手上的伤口等几个瞬间再度慌乱 这慌乱都用面部肌肉的抖动和乱转的眼珠 以及眼眶中强热的眼泪来表现 直到被作为现行犯逮捕 金秀贤在警察列出的一条条证据面前逐渐崩溃 表情和眼神一点点变化 从心怀侥幸到逐渐绝望 最终崩溃大哭 还有被审问时的压迫 在鸡鸭市独处的无助 面对律师颠倒黑白时的慌乱 见到父母的羞愧与后悔 同样的眼泪传递不同的情绪 进而推进故事的进程 展现人物的变化与成长 某一天播出两集 演员金秀贤凭借精彩的哭戏 站稳了演技派的脚跟 对于大部分通过爆款剧 《来自星星的你都敏俊》一角 认识金秀贤的观众来说 他的颜值似乎比演技更加强烟 但如果一路看着金秀贤从配角到主角 从岌岌无名到火遍亚洲的观众 一定知道他的表演 尤其是哭戏其实非常出彩 如今正在热播中的某一天 大学生从校园入监狱 情绪跌宕跨度更大 金秀贤的眼泪气氛也更多 观众不妨期待一下 这位名品哭戏演员 还能哭出什么新花样来吧